結果這個夏天我都沒有去游泳 好難過喔 下一個夏天一定要一直去游泳 你們大家游泳都喜歡游室外還是游室內啊 我是室外拍的 因為游室內的話其實秋冬天也可以游啦 只是秋冬天就是會沒有那個FU 對吧 早安 秋冬天就不會有那個游泳的FU了 可是夏天的話 因為很熱就會想要趕快進到水裡面 我們以前很多那個游泳課啊 因為游泳課好像都是輪班制的小學過中的時候 就是會輪流上 就是比如說今天先上哪一班到哪一班 然後再上哪一班到哪一班 因為他們會有一個小學的小學 有一班會兒 而且我會想要趁快 我們要趁快吃 然後再下一個小學 我們要趁快吃 我們要趁快吃 所以我們要趁快吃 我真的是沒有藕包耶,怎麼辦 公然在直播化妝 對,我要再講的是就是我今天 我今天有點 就是感冒,所以我講話聲音會比較 比較 比較違和一點 再說個抱歉 因為最近天氣一直在變化 所以還蠻容易感冒的 大家也要小心喔 大家要小心不要感冒了 因為最近的天氣真的變化太大 所以很容易一個不小心 就感冒之類的 這是我新買的眼影牌 還蠻可愛的 還蠻可愛的 因為KMAC家的東西就是又便宜 然後又好用 又可愛 非常的推薦大家 雖然你們應該不會去買 因為你們 比較少 本台比較少女生 我會一直覺得我的女飯 就是我剛開始 我剛開始就是加入這裡的時候 當我上的時候就一直覺得說 我應該會是屬於女飯比較多的那一種 我應該會是屬於女飯比較多的那一種 結果近期來看好像還是男飯比較多耶 可是我還是有一點女飯的 好 祝早要康復蟹姐 我覺得這種小病應該兩天就好 就是今天才開始變身了 我現在直接經歷一段變身其實是什麼狀況 這種小病應該兩天一天就好 而且其實沒有什麼大礙 就是除了 生這種小病其實就是只有 聲音會變 然後鼻塞就這樣 其實身體不會不舒服啦 所以還好 謝謝大家關心 對 季節一到大家都要注意 其實大家現在每天都要上班上學 就要一直出門 衣服真的要帶夠 我覺得差很多 而且真的要睡飽 睡飽就會比較不容易感冒 雖然我睡飽 可是我還是感冒 對不起 我有一點沒有說服力 我都會先塗這個 這個 這個比較棕色的這個東西 淺棕色在整體上面 這是我去網路上面查的 就是因為我買新盤 我就不知道怎麼畫 所以我就 我去參考一下別的日本人的畫法 日本人的妝我真的都很喜歡 所以我就會一直去看 好的 換刷子 我都不喜歡用這個棉棒 這個它裡面不是都會附的這個嗎 就是 欸 拿不出來 就是每次化妝品裡面 都會附一些這種東西 我以前本來很愛用這種欸 就是我以前很喜歡用 這種棉棒 可是後來 就是 彩結他們就跟我推薦說 用刷子比較好用 所以我就該用刷子了 那我現在夾一個這個 不知道幹嘛 夾一個 是不是有點過曝啊 我的臉 嗯 然後 沾一點 等等等等 那個掉 就一點黃色 之類的 其實化妝真的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爸昨天問了我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問我說 我每天這樣起床化妝都花多少時間 我說 我說 我上學的話 應該花半小時而已 就是半小時之後 我就可以出門 然後 如果平常是要去通告 去公司的話 可能就要花 一個小時 加頭髮的話 然後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女生好辛苦喔 之類的 就是其實 我覺得 我個人是蠻喜歡化妝的 就是 每一天化妝都會讓心情很好 而且這就是你每一天化 然後有一天你突然 很上手的 畫得很好 你就會覺得心情很好 你看我的眼睛現在兩邊是不是超級不一樣 所以很好笑 耶 把這拿掉 我覺得放那個夾子 根本就是妝可愛 我說我 我眼裡面被幾倍耶 謝謝 大家等我結束我的化妝 先不要嘲笑我的眼睛 對啊 日系的眼妝真的超美的 我很喜歡很多日系的東西 就是我從小就很喜歡日本文化 這些blablabla 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所以我就是很崇尚他們的 美妝啊 還是 很崇尚他們的穿搭 還是一些圖案之類的 就是都很喜歡 對 現在就是 什麼都沒畫 只畫在眼睛 就會很好笑 所以請大家多多包涵 因為我還沒有暈開 我很想被打一拳耶 這樣子的感覺 我的音樂沒了 什麼行 而且它是沒到直接關機耶 就是我還要重達密碼才能進去 好 順便開一首 我最近在聽一首 一個深幽的創作的歌 就是 前陣子2017年的歌 深幽叫齊城壯嘛 然後他就是歌手出道 然後他一開始唱的歌都是 就是公司做的歌 然後他現在開始 都唱自己做的歌 所以我就 還蠻喜歡聽的 重點是他創作的歌都還蠻好聽的 很休閒的感覺 很適合自己 就是中午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 還是下午的時候一個人 坐在家裡 然後慢慢聽他的歌 慢慢做自己的功課之類的 好! 所以我看我的歌 一開始 晚上可以 沒上來可以看的話 我上去開直播 大家好 大家都來看我很開心耶 就是這種粉粉的東西就是可以強調眼周的立體感 我就覺得還不錯 我講話擦到美妝部落客 你們覺得我以後可不可以去做美妝部落客之類的 那我就多加一個夢想 外來的夢想除了當歌手以外 就是可以再加一個美妝部落客這樣子 全職美妝部落客 有辦法做到這樣子嗎 我之前很喜歡看很多台灣的美妝部落客的一些IG之類的 我覺得我最近的膚況真的是還不錯 除了鼻子 鼻子長了一點痘痘 然後就是一點白色可以打亮眉骨下面之類的 有人注意到我生日T的卡片每一張都不一樣欸開心 你們有注意到嗎 我生日T的卡片每一張的內容都不一樣了 可是我其實想了很久到底還可以寫什麼 所以我每一張都想了很久 那天在公司寫的時候我就一直 想說 嗯這個 因為我也不知道那一張會是誰收到你知道嗎 所以我每一張都是 就是充滿了心意去寫的那張卡片 內容都不一樣 每一張生日T的卡片 因為我還記得就是某一年就是我的那個 某一年我的那個生日會的時候 我的卡片就是每一張都寫一樣的東西 然後 就覺得好像有點 不太優 所以我就覺得 那我應該要嘗試一下就是都寫不一樣的東西 讓大家收到就會有驚喜的感覺 才不會就是交換來交換去看一看 然後發現東西都一樣 這樣可以幫助熊毛們交朋友耶 就是大家可以互相看的時候在交朋友 我一直在為大家交朋友 是嗎 可是你們應該還沒有很缺吧 其實我的妝有點像是地雷妝耶 就是那什麼吉萊妹克是不是 就是我也會喜歡往 眼睛下面塗一些深色的東西 就覺得還不錯就是 就是 Colorful 塗一點深色在這個地方之類 然後它就會看起來比較 眼睛比較立體一點 因為現在用Long Life 所以它那個濾鏡加 那個對比打開它就會整個很 整個很恐怖 所以其實我把這個對比觀小一點 對比觀小一點 對比觀小一點是不是比較好 如果對比開這麼大就會變這樣 好可怕這樣子 對比開 對比開小一點就會比較自然一點 不然我現在這邊看我的眼睛是蠻自然的 可是它那個濾鏡就是對顏色很敏感 所以它就是會 給你直接 開到最大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 眼睛就會 看起來超像 針線 那個失誤 北極貝之類的 難得穿紅色 就是我前前去那個夜市買的 有一個很可愛 我去那個夜市的店裡面買的 一個可愛的 那個可樂襪 因為我看到那個襪子 當下就想到 我有這件衣服欸 那我一定要買 然後我就買了那個襪子 可愛的可樂襪 我喜歡可樂襪 可是我沒有很喜歡喝可樂 因為我對碳酸飲料 都還好 我會想喝碳酸飲料 只有很累很累 就是練到很累的時候 那時候會想喝 很渴的時候就會想喝碳酸 可是平常沒有很喜歡 就是有時候練舞練到很累 就會想要 一點刺激 然後就會去買碳酸飲料 可是平常的話 是比較不喝的那種 然後再塗一點點 打亮的白色在臥蠶這邊 啾啾啾 我會想喝 現在說過了沒來之前 憲哥哥 可以這樣子嗎 可樂襪是什麼 就是可樂的襪子呀 可樂圖案的襪子 超可愛喔 可樂圖案的襪子 推薦大家都值得擁有一雙 哇 我覺得我最近化妝進步很多欸 把它暈得好看一點 晚點要去練舞 因為最近太多表演了 所以 還是練舞 這是好事情的嘛 有很多表演 就是可以跟大家多見面 也可以多多去宣傳TV了 真是太棒了 我來看一下那個 有沒有 謝謝一下大家 謝謝阿正送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 謝謝 謝謝阿正的幸運事業草 謝謝 謝謝 高高的楓葉 謝謝 謝謝 謝謝阿正的 LOVE 謝謝阿正謝謝 對就是眼妝大概就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 現在就 直播就看的很明顯了吧 就是我的妝看起來很清楚 可是 照我看來是蠻清楚的 okok 差不多就這樣 結束 就是 眼妝的部分就這樣 記得這個真的很好用 雖然你們沒有 要用 可是我就是想講 練習我以後 做美窗部落客的 功力是不是 可以這樣子啦 可以這樣子啦 難得早上不知道 對啊難得早上 可是我現在沒有聲音了 因為我有點感冒 所以今天講話可能會有點 雌性 所以 就是 本來就很有雌性 再更有雌性的我 請大家多多包涵 快夾睫毛了 工作都覺得開心 我也覺得很開心 而且現在工作就是 像校演這麼多場 就是可以 有不同的 各式各樣的成員出去 給大家看 就覺得很棒 因為大家都很優秀阿 保重阿 沒事就是小感冒 應該就是 就是完全對身體沒有影響 就是害我聲音怪怪的而已 季節的問題 季節的問題 大家要小心 注意身體 因為季節最近在變了 應該會轉涼了吧 最近 我最近出門 還會就是覺得很冷 不然之前本來出門 就是上學都會 穿短袖就直接出去 最近開始加外套 可惜還是晚了一步 好 好 沒辦法我前陣子也有早上開啊 心裡沒有來 心裡沒進來吧 我前陣子也有白天的時候開直播 好 可是現在也算早上 現在11點 11點很算 算早上 可是我都會自動把大概11點這時間 歸了一分鐘 因為就是離12點間 因為我想要把直播睡在這個時間 讓自己 早上可以早起一點 就是多多享受假日 因為畢竟現在的生活都被 上學還有工作塞住 然後 假日的早上 基本上是比較閒一點 所以就可以了 就不用上學 不用幹嘛 偶爾要培訓了 可是今天早上培訓的人不是我 好 話說二週年加場了 有全參載嗎 還是大家都是一人參加一場 這樣子 當然是希望越多人參加 TP的活動越好 好 OK 我的那個 睫毛還蠻明顯的 這樣加 金欠仔 金欠仔 我有塗 可是塗的那個顏色不夠順 OK 這樣子 跟我的那個衣服一樣 就是喜氣洋洋 雖然還沒有要過年 還早 過年還早 兩場都買了 OKOK 晚場加一OKOK OK的啦 大家有來參加二週年即可 就是我覺得 二週年算是蠻重要的活動 所以希望熊貓都可以 積極參與一波 喜啞正的紅包 我差點說熊包 算熊包也可以 喜啞正的紅包 對 我都先夾睫毛 然後我又畫了內眼線 這是最近小迪推薦我的一隻 KMAC的內眼線膠筆 就是喔 超好用的 我迷迷看著跟他借了以後 我就決定要去買 我就決定要去買 要畫內眼線的我會 極度的 要怎麼畫 我在思考我要怎麼畫內眼線 因為 我用我的膝蓋夾著鏡子畫 好 這樣去吧 用前面的鏡子喔 他把亂掉了 哇 等我一下喔 迷迷看著講真的就是一個 後台就是一個 化妝品交換大會 KMAC OK 算我頭髮超亂 舒介你好 哈囉林嘉誠你好 現在是我的makeup的時間 就是我會一邊化妝一邊跟大家聊天 聊些近期的活動 對 我們都會 就是 哎呦 我的夾子掉 就是我們都會聊很多很多不同的化妝品 然後就是會有是互戒 最常戒出的人 應該是李彩杰 之類的 或是小滴 因為他們的東西都很好用 就是 韓韓很會 研究那種美妝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他以後也可以去當美妝部落客 那這是我最近 跟栗子一起談夠的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很厲害 他就是 因為平常 你看 因為我的眼睛就是睫毛比較硬一點 然後也是比較多一點 所以就是有時候夾這個 夾一夾的時候 就夾不到這邊的 就是角角角落的那個死角會夾不到 因為他這個沒有很貼合的眼型 好 就要用這個 我們每次拍MV老師 就是Doris老師 他們幫我們化妝的時候 就會用這個 然後我就去問 然後我就找到一個沒有很貴的 他就是可以單獨的去夾旁邊的睫毛 把它夾翹 很厲害 很厲害 就是夾這邊的睫毛 把它單獨的讓它翹起來 然後你就會覺得 怎麼會有這麼厲害的東西 你看化妝真的很麻煩對不對 厲害 謝謝小雨的花開震當時 謝謝 謝謝 我跟你們團隊某個人的名字很像 你說你 你嗎 就差了一個字而已欸 難道你是他 失散已久的哥哥 沒有啦 哈嘍人好 哈嘍 他就是左邊有時候 我也是蠻瘦殘的 就是都夾不到 所以我就 會用那個夾子挖夾起來 我跟栗子拼命也去找團工 很便宜一點的 我們就是打折在 我們就是打折在 好的 就是夾翹以後 然後 我忘記把我的新眼線筆拿過來的東西一下 我跟栗子拼命也去找 好 跟栗子拼命也去找 好 跟栗子拼命也去找 喔 哇 喔 哇 它們很短酷 OK 我告訴你要哪 文書甲補妝 文書甲是啥 這個也是昨天跟小迪去買的 昨天我跟小迪在一起還有那個小青龍 我們四個人去吃東西 我們去吃韓製 就是其實我們一開始不知道吃什麼 就隨便約 然後約了以後就想說要吃什麼 我們不幫他吃拉麵的 然後後來想說要排太久 所以我們就趕去吃別的 不要試試看 如果不是說廣場 組的話會不斷D 說想說廣場 準備好 這邊有些空 朝中湖 別人 我們要ining 對 今天眼尾比較向上 有嗎? 有一點點啊 嗯 我沒有一個畫畫 我以為都不一樣 其實畫眼線這個東西是非常需要 摒激凌繩的 畫眼線很重要 因為眼線可以改變一個人的眼神 然後我一直畫錯 我就要一直把它抹掉 這款眼線好難抹掉 我的上一款超好抹掉的 差不多這樣子 因為我就不覺得我素顏跟化妝差太多啊 有差啊 可是 就是 應該也沒有醜到見不見了對不對 所以我就想說 有時候直播的時候就是 直播在開始畫應該也沒有關係 哈哈 好 畫腮紅 我沒有 我還沒有畫那個 我還沒有畫睫毛膏 謝謝媽媽 我還沒有畫一個好化妝的臉給我 我才可以每天早上化妝化得那麼開心 可是我更喜歡自己化妝的樣子 就是覺得比較 比較好看 比較好看 我今天一定是生病了 我才一直自肥 OK OK 我媽以前也蠻正的 就是 我有看過她大學照片 長的跟我還蠻像的 就是 沒有外國人 沒有混血的媽媽 沒有混血的柏林 的感覺 聽說媽媽以前在班上 就是大學的時候在班上 應該也是蠻 感覺也是蠻受歡迎的 不然她媽媽是最美的 好 我來做最厲害的東西 就是鼻影 我要打鼻影 我愛鼻影 欸 那個 沒有 我只是想再想一次 二週年 二週年大家都會來參加歌吧 我們期待192週年 請大家多多期待這次的歌曲吧 大家好 我們可以唱三郎 你也不唱一首歌 我不是說唱一首歌嗎 就這樣吧 你好嗎 好不好 你還有一首歌 我從來 看你 什麼? 比賽的時候鼻子會變大嗎? 我怎麼覺得比賽的時候鼻子會變大 點解! 點解100點 為什麼 比賽的時候覺得鼻子看起來比較大 不管你們到哪一場大家都一起開心的玩吧 我現在完全都是在為了二週年的事例 因為快進入十月就表示二週年要來了 快點解! 到底比賽鼻子會不會變大啊 我相信我熊毛們都很聰明的 好像就這樣 喔!然後這個是 打亮可以用 這是孟毛送我的打亮 還蠻好用的 這個洞洞 我一直很缺 很缺一個打亮的洞洞 我很缺一盤打亮 所以生日禮物收到這個很開心 我要學習孟毛的鼻子打亮藝術 稱之為藝術 就是因為孟毛跟小迪的 鼻子打亮法超厲害 我還是個打亮初學者 好 OK OK 這就是今日的MAKE DAYS 謝謝大家 終於結束了 累死了 等一下就可以順利出門了 太好了 女子力分了 對啊 就是當偶像就必須要非常的具備 很多很多的女子力 就是應付各式各樣要化妝的moment 為什麼呢 照片沒有露出來 我這邊 你們什麼都沒看到 OK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這是金門 金門 今天可以出門的妝 直接簡稱金門 今天可以出門的妝 簡稱金門 可以這樣子簡稱的嗎 可以的嗎 這樣是可以的嗎 好 離直男越來越遠了 我是一個就是用化妝來掩蓋自己直男醫院的直男 超直男 嘚嘚 衣服的話要真的化妝品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 洗不掉 就是 之前好像跟那個 之前好像沾 就是我之前去學校 然後我們就是做一個實驗的時候沾到東西 所以他就洗不掉了 可惡 我要把它遮住 可是我想說我都買了可樂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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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個性直男 到底外表不直男 我呢 我是被化妝品蒙蔽的直男 可樂瓦 可樂瓦 可樂 真的很嚇一跳 可樂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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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那уж也可樂瓦 把那個光調低一點好了 欸 太低了 柔和一點 這個是美 總覺得有點刺眼 最近頭髮越來越長 就是 你們看應該還是不是很明顯啦 可是有比較長 我在想要剪頭髮嗎 還是不要 我來思考一下 我來思考一下 哈囉 賴賴 哈囉 大家晚安 這是大家午安 現在是早上 所以是午安 哈囉 午安 現在就是悠閒來聽了音樂 然後大家一邊來聊聊天 我們最近 欸 這次直播前有發生過什麼事情嗎 有發生過 最近IG就是陸陸續續更新了一些照片 就是 上次reset的照片 還是一些日常的照片 大家可以多多去看我的IG 多多去跟我留言互動都可以唷 對 然後最近多了很多很多笑唱 之後也會有很多很多笑唱 所以大家 可以多多期待就是 聽TP在別的學校的表現之類的 其實就是笑唱真的還蠻有趣的 因為底下都是很多很多 就不是我們平常的粉絲 就是沒有見過學生 所以其實表演都很緊張 對啊 因為就是 台下不是自己人難免會有點緊張 笑唱很棒欸 笑唱很好玩 然後 學生有時候都很熱情 我目前參加過的 我目前參加過的就是 笑唱只有一場 就是在亞洲大學 可是就是那邊的學生 其實都還蠻不錯 就蠻熱情的這樣 一開始還會很怕會冷場 可是其實實際上也還好 而且那天我們就是 做了一個很厲害的事情 就是我們第一次披露了我們的 新單曲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發售 所以我們第一次表演的這首歌 烏厚烏厚厚厚 然後前陣子是不是也有那個 就是我們 看MV的影片 反應的花絮 9月3日我跟小雨會去喔 台南的 好不好好啊 林正東 午安 早上好 早安你好 離我們最緊的 對啊 因為就是下一場在台南 哇 我們這樣子 刺激 沒有扣演唱感覺怪怪的 可是就是會很好奇 台下的同學的反應啦 希望台下這次台南的同學們 也可以就是 給我們熱情的恍惚聲之類的 欸聽說瑞婷昨天是行星欸 我嚇死 結果看了影片貌似是可愛的行星 這樣我就放心了 對啊 我那時候在吃飯 我昨天跟小琴還沒吃飯 然後吃一吃小琴 突然跟我說 你知道瑞婷是行星嗎 我就蛤 瑞婷是行星 瑞婷怎麼會是行星 怎麼會選瑞婷當行星 然後結果我看了影片 啊 可愛行星 可以 咳 瑞婷願意演給我看嗎 不知道 她現在也不在 也不能問 可惡 想看瑞婷眼星星欸 感覺那是很珍貴的畫面 大家有去看嗎 如果有看到真的是 我會很羨慕你們 可以 我會想看現場版的可愛瑞婷行星 踢著行星皮的兔子 好可愛唷 想到說不了 然後又想到寫小板 你就覺得很 心情很好 你知道這是那個照片 我現在每天起床都會看一次 因為真的太可愛了 就是寫小板的根本就是超犯規 因為我之前聽說她要辦寫小板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記得 就是我忘記了 結果我當那天現場來的時候 我看到我就想說 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東西 不開放校外人士 因為他們是那個護校吧 護校裡面比較多年紀比較小的小孩 所以可能 安全起見 因為護校我記得是 高一到 專一到專五的學生都會有 對吧 如果是護校的話 他們是五專嗎 對啊 所以就是 護專可能就比較不會開放校外人士 而且因為他們實質性也算高中 所以應該也不會 他們實質性也是高中 所以應該不太會讓校外人士進來 怕危險 不是說你們危險啦 就是怕危險 你們懂的 因為裡面很多小朋友 對啊 他們的校園跟大學比較不一樣 就不是開放式 像大學就會有很多很多奇怪的人混進來 有時候這個旁邊的同學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真的有休止堂課之類的 瑞婷握手會兩部完 時候他就會在副科寫小版 大家趕快填起來啊 開玩笑 可以讓我再看一次嗎 所以大家趕快填起來吧 大家趕快填起來 趕快填起來 填起來握手會 我想再看一次 那個 瑞婷的寫小版 那我是不是也要該去填一下 不行 我也要來宣傳我的 大家趕快來填波樂的握手會 答應大家 因為我現在還沒有問過公司 可是我答應 就是兩部我也都完 這次兩部也都完售的話 那也會有 就是 surprise 約定這樣子 可是我還沒有 我現在還不太敢 就是他 不算是 換 大家想要看服裝類的還是 當然服裝類也可以啦 就是 什麼什麼服裝之類的 可是我想說 還沒想到 我想到 可是我還要去問公司的姊姊 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要先詢問公司 如果公司說可以的話 再跟大家做約定 才不會就是約好了 結果 姊姊說不行 這樣子就有點 比較尷尬一點 大家給我這幾年去問一下 那我把波樂的握手就拿來 完成波樂的願望吧 好啊你都這樣子 掰掰 國術都這樣 掰 希望自己的握手會 每次都可以更進步 這樣就表示 國術白 對啊 國術白 好 更進步 耶 希望大家這次也可以 支持波樂的握手會 欸不要這樣說 掰掰 挽留我一下好不好 我是一個不挽留的人 掰掰 掰 直接掰一波 嗚嗚 別哭 直接 別哭那就不可以 對啊 那就不要亂轉握手券 不要亂當滴滴 耶 哈囉文雄 哈囉 你好 好 我很喜歡我今天的服裝 所以我一直在看我的眼睛 喔對啊 現在嗚嗚過時 現在是嗚吼吼 嗚吼吼吼吼 欸你們有去那個麻西門成品 看我們的廣告嗎 超酷的耶 我們竟然在那邊有廣告 好 我們現在在 西門的成品那邊的電視牆 跟我們的廣告 是西門的成品對吧 那個怎麼看都是 就是耳梅街那邊 大家 歡迎去西門的時候 可以來看看我們的電視牆唷 我的數字呢 覺得 劉海是有點軟 嗚喔 謝謝小雨送的 煉上你的味道 Level 1 這個好可愛喔 一瓶香水 我的每一年的生日 都會收到香水 就是 去年的時候 立子也送一罐香水給我 然後噴噴噴噴的 一年以後 今年我表姐也送了一罐香水給我 所以我就 有兩罐香水現在 所以我現在有兩種味道可以用 開心 可是我姐也送的味道 比較成熟一點 立子送的味道 比較偏中性 偏就是 比較年輕的女生 會噴的味道 可是我姐姐的味道 送的味道也是 年輕女生噴的 可是就是比較 在成熟一點味道 可是兩個都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現在會分場合噴 就是不同 如果是比較正式一點 我就會噴 表姐送那一罐 就是有牌子 牌子比較大 就是 他送的時候我還嚇到 就是想說 你那我待會就要被我罵罵 然後 我那個立子送的那個 那一罐是我 自己比較喜歡那個味道 因為那個味道就是 比較中性一點 所以我平常日常出門 基本上都是噴的瓶 所以應該會是那瓶線沒有 而且我已經先噴了一年了 他已經剩下 三分之一還是三分之二而已 是 是 還有下午彈粉 這可以下去一起跳 哈囉哈囉 大家好 哈囉 我是柏林 哈囉 歡迎大家來參加柏林的直播 好 好 耶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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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覺好像頭髮很長 喔喔破綻 破綻 跑出來了 好吧 變短 變肥短髮 變肥來了 自然剪短髮太開心了 然後我還會綁雙馬尾 就是綁這種東西然後拍照之類的 超蠢 我想要讓我頭髮亂一點 蓬鬆感 好放棄 謝謝雨過天晴分享直播間謝謝 好 對啊 郭佐惠到底要穿什麼呢 我還在思考 雖然到明年3月還有超久的時間 對可以 我大概從現在開始做衣服都還來得及 如果我知道要做衣服 可是我不會做衣服 你看雙馬尾 很鏘欸 好 放棄 對啊明年3月還很早 可以好好準備 而且這次意外的就是握手會跟 發售日差了快半年 就是9月發售 然後明年3月才握手會 所以其實真的很久很久 對這個時間就歡迎大家可以 多甜點柏林的握手券 歡迎來握柏林唷 那時候大概穿冬天的衣服 對啊要考慮一下季節 SSKR規劍 不要輕易嘗試做衣服 其實我之前那個握手會不是 穿那個嗎 空音的衣服 那時候我本來也是想要自己做的 然後我有買去嘉利家買 我有去嘉利家就是買一些東西之類的 或者是我去買一些材料 然後結果 我發現做衣服很難 所以後來我就放棄了 我就又買 因為中間報復性活動太多 對啊真的是很多 下一次的活動就是兩週年嘛 二週年 二週年完以後就是 reset公演 對吧 這中間應該沒有別的活動 就是扣掉一些笑唱之類的 就是 就是我們個人 我們個人 然後在11月運動會 然後夏 那個秋日祭典 每次都要講成吉祥 夏日祭典 秋日祭典 秋日祭典 然後秋日祭典完以後又是 不知道這次今年跨年會不會有活動之類的 很期待 如果我今年可以參加到跨年的話 因為我去年 因為我去年不是選拔成員 所以就沒有參加到跨年的演出這樣子 然後今年 是選拔成員了 不知道就是有沒有機會可以去參加 跨年的活動 如果可以的話很開心 只是就可能先跟爸爸媽說個抱歉 就是今年不能跟你們一起跨年了 聖誕節活動 對啊而且今年不知道會不會有耶誕城 希望今年也可以有耶誕節的活動 之類的 期待期待期待一波 謝謝打打送的玫瑰謝謝 其實最期待的就是公演 就是下一次的公演 因為這一次 第一次公演大家都覺得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就希望下一次 第二次公演可以扳回一城這樣子 對希望到時候 疫情比較好就可以來我鎖回 我也希望 希望到時候疫情可以就是趕快緩和一下來 讓大家可以來參加 午安午安 虎虎你好阿午安 我是柏林你好 對三月還有很長的時間 大概現在九月算 所以其實還有十十一十二一二三 大概還有五六個月的時間 可以準備握手會 那大家也有這個時間 可以多多利用時間 然後可以去填柏林的握手會 來握手會找柏林 嘎逼你好嘎逼 小姐哈囉小姐你好 午安 我是柏林 哈囉 哈囉大家午安 我是柏林 歡迎追蹤我的long live直播唷 歡迎大家追蹤我的long live 耶 欸今天比平常多人 多一點人 哈囉大家我是 AKBProtectingTP的柏林 然後AKBProtectingTP 就是主要在台北活動的一個偶像團體 然後我們是主打日系偶像風格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關注我們 然後我還有我自己的IG 只要搜尋柏林就可以找到我的IG了 晚上沒什麼事情 或是像今天這個時段 中午沒什麼事情 就可以來看看我們成員的直播 然後我們的第四張單曲 烏猴烏猴烏猴 已經發行了 歡迎大家到各道唱片行 去支持我們的單曲 然後每一張單曲裡面都有 附贈一張握手券 然後握手券的日期就是明年 握手券是 握手會是明年三月舉辦 所以大家可以去拓圓 線上去填寫你的握手券 想要握哪一位成員 然後就可以在三月參加我們的握手會 對 只要買單曲就會送握手券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大家也可以去Youtube看我們現在更新的最新一支MV 烏猴烏猴烏猴的MV 現在可以趕快破百萬 來看一下烏猴烏猴烏猴的MV 對 目前是47萬 謝謝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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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追蹤我的Long Life 歡迎大家 我的興趣是看動畫 看動漫都是一個宅宅 然後我喜歡追偶像 所以我現在自己也是偶像 然後我的專長是日文 然後會彈鋼琴 然後跆拳道也學過到黑帶左右這樣子 對 這是我的自我介紹 非常的籠統的一個自我介紹 對 然後我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的IG也會有很多我的那個Cover的影片 就是Cover很多動漫的歌曲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聽聽看 然後一些 鋼琴還是Keyboard的Cover 大家也可以去 有興趣的人就可以去看看一些影片之類的 然後我也會在IG上面就是分享一些 我參加各種活動還是表演的一些 影片畫絮照之類的 大家可以去多多的關注我們邀 然後我們下次的活動也要舉辦了 我們下次的活動就是10月9號的兩週年演唱會 兩週年的紀念演唱會 辦在Y17那一棟裡面 的某一個餐館 對 我有點忘記是幾樓 好像是五樓吧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Reset公演 Reset公演就是日本AKB48的一個傳統的一個公演形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它們支援味的就是整個搬來台灣 然後翻譯成中文來表演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目前初日已經在 第一次公演首演已經在9月19號跟20號結束了 然後我們下一次的演出一共有六場 就是平日兩場然後假日四場 然後分別是辦在22號 10月22號2324252 10月22號232425是嗎 對吧 就是4567456日 然後這四天分別就是會有三個 因為我們還有分成三個組別 就是我是 對 22號到25號 10月22號到25號 然後現在也都是票券都是販售中的狀態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去我們的官方網站 去我們的官方的臉書上面去搜尋我們的一些資料之類的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分成了三個小組 三個unit 分別是以花命名的daisy跟bellflower還有sakura這三個組合 然後我是屬於daisy這個小組的 就是代表色是黃色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來看我的公演的話 可以去買unitaisy的票 因為我只會在unitaisy的公演裡面出現 三套公演的內容都是相同的 可是會以不同的成員去表演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組員 去選擇小組這樣子 謝謝大家分享直播 謝謝大家追蹤 謝謝大家 Hello我是波琳 RESET30號才賣票 RESET30號才賣票 好RESET30號才賣票 可是時間也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然後 我們前陣子還有舉辦一個還蠻有趣的活動 叫做猜拳大會 然後這是我近期參加過 我覺得成員自己玩的很瘋的一個活動 然後什麼叫猜拳大會 就是顧名思義猜拳大會 就是用猜拳定勝負 那獎品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以往每一首單曲的選拔 因為我們成員其實非常眾多 就是我們成員大概有三十幾位到四十位這樣的數目 然後我們每一次選 選擇表演這首單曲 出單曲的成員都會是不一樣的 就是以公司評分 去評選出大概十六位成員出來 表演這首單曲這樣子 然後猜拳大會就是 平等的給了每一個人參加單曲的機會 就是我們用猜拳的方式 就是跟粉絲 現場有粉絲 跟我們一起猜拳 就是一起看我們猜拳 然後我們就是大家猜拳 來比賽 看誰要來演出那個單曲 其實我覺得還蠻有趣 那是AKB的一個 日本AKB48的一個 算是蠻有 就是蠻有代表性的一個活動 就是蠻特別的一個活動 就是他們竟然是用猜拳來 決定這首歌的演出成員 然後就是很好玩 然後大家那天也都穿了各種不一樣的打扮 去就是有人就是cosplay啊 然後有人就是扮成珍珠奶茶 有人扮成迷路啊之類的 就是大家有各種不同的裝扮 然後走秀來 然後跟粉絲互動 然後再一起比猜拳 覺得就是還蠻有趣的一個活動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我們玩猜拳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會不會很無聊 就是因為猜拳有什麼好看的 可能跟很多人現在聽到的時候 會覺得就是猜拳有什麼好比的 可是其實現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氣氛很high 哈囉哈囉 大家中午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林 哈囉 然後至於為什麼我的名字那麼特別呢 這個不是我的藝名 這個是我的本名 對 就是只有柏林這兩個字 就是我的姓氏就是柏 那為什麼我姓柏呢 因為我的爸爸是荷蘭人 然後我的媽媽是台灣人 所以我是一般的混血 所以我的姓氏比較特別 因為我是水爸爸那邊的姓氏 所以我的名字就很特殊 希望可以讓大家記住我的名字 現場叫囂起來超開心 就是很開心 那天整個氣氛都是最高的 有趣的粉絲都知道 歡迎大家可以多多參加我們的活動 我們都會固定在華山舞美劇院 就是舉辦我們的公演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有興趣 想要來看看TTP的誰的話 都可以來華山舞美劇院 看我們的表演唷 對 我們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樣 不同個性的成員 所以大家都可以來看看 謝謝大家的 謝謝楓葉 謝謝蝴蝶楓葉 謝謝蜜蜂的醫用口罩 謝謝 謝謝Gaku的楓葉 謝謝 然後我今天有點感冒 所以我的聲音比較 低 就我聲音本來就很低 可是今天因為感冒 所以聲音又更低了 請大家多多包涵 謝謝大家 謝謝 歡迎大家來看波樂的直播です 哈囉 對 我的專長是日文 雖然我沒有任何日本的協同 我的日文可以說是 還不錯 對 就是我可以 溝通之類的翻譯 然後聽力也可以 為了午安啊午安 對 日文算是我的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專長之一 其實我聽不出來比較低 真的有 可是我自己感覺很低 而且感覺今天講話比較吃力一點 午安午安 毛涼 哈囉 哈囉 對 然後我們這一次 烏吼烏吼吼 舉辦的握手會 就是訂在明年的3月 所以這段期間 大家都可以去買握手會 支持你想要的成員去 比如說就是拿握手捲去 握你喜歡的成員之類的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去 購買我們的CD 烏吼烏吼吼吼 很便宜 非常的便宜 才兩百多塊 三百塊 對 就是大概一張CD定價 大概三百塊內 應該這次也是三百塊的吧 然後裡面就是有收錄三首歌 就是我們的主打歌 烏吼烏吼吼吼 然後還有第二首歌 叫做奔跑吧 企鵝 然後第三首歌就是 Hello Center 這首歌分別有這三首歌 然後就是 大家可以來支持一下 然後可以來聽聽我們的歌 然後現在也有線上版 就是可以 購買收聽 所以 大家都可以去多多關注我們的消息 多多去追蹤 AKProtectingTP 然後也可以去追蹤我們的官方 YouTube Channel 就是我們官方YouTube 現在有非常多 各式各樣的綜藝 小綜藝節目這樣子 我們現在有 算是最有名的 應該就是 放下偶包 現在熱度比較高 就是放下偶包這個 小節目小綜藝這樣子 大家可以多多去關注 就是每個成員的 互動其實都是蠻有趣蠻搞笑的 然後 因為現在是我們單曲的宣傳集 所以之後可能也可以在很多電視通告上面看到我們 那如果看到我們的話 希望大家也可以給我們一點支持 謝謝 對 我們還有販售一種叫做官網特別盤 叫Special Gift 這個特別盤 然後這個特別盤裡面收錄了 就是烏吼烏吼吼吼 39人的版本 就是我們現在活動中的39位成員的版本 聲音都有收錄進去的 這個時候烏吼烏吼吼吼 對 然後它除了外觀跟一般單曲不太一樣 然後內部的設計都不太一樣 然後收錄的東西也都不太一樣 然後我們還有收錄一種叫做合照卷的東西 然後就是可以參加一個叫做 我們新舉辦的一個活動叫合照會的抽選 就是可以參加抽選的 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活動是需要抽選的 所以就是可以得到一個抽選的資格這樣子 還蠻酷的 就是我們第一次舉辦合照會 因為其實AKB48以前就一直都有合照會這個活動了吧 可是我們一直都沒有舉辦過 然後這次算是一個小突破 就是舉辦這個活動 歡迎大家多多追蹤AKB4810DP的官方IG 也可以追蹤我的IG 只要打柏林就可以找到囉 然後就可以常常來看我的直播 可以常常來跟我聊天喔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唱歌 所以我平常其實直播都會唱歌 彈吉他唱歌這樣 可是因為我今天生意比較狀態不太好 我真的是 因為我這幾天還有一些工作 就是不能太冒險去操我的聲音 所以我可能今天沒有辦法唱歌加彈吉他之類的 可是就是下次大家如果直播來看 大家如果下次來看我的直播的話 就可以聽到我唱歌跟彈吉他 對雖然我吉他就是一個新手仔 可是我唱歌就是我對自己唱 我是一個蠻喜歡唱歌的人 然後如果大家想要聽我 先想聽我唱歌的話 也可以去我的官方IG 聽我的cover影片唷 哈囉 哈囉大家 午安午安 午安 午安 然後我的肌肉 我的肌肉 我最驕傲的肌肉就是我的大腿肌 對我最喜歡的肌肉是腹肌 可是我還沒有很明顯的腹肌 可是我最喜歡 我最自豪的一個部位就是大腿肌 因為我非常厲害 所以我可以跳很高 喜歡跳舞嗎 喜歡 我很喜歡跳舞 我也很喜歡唱歌 所以邊唱邊跳對我來說是一個 很享受的事情 古巴沒辦法看完沒關係 謝謝 謝謝Jack 謝謝安投分享直播間 謝謝 對 這是我的IG帳號 就是洪志剛剛點出來這個 就是我的IG帳號 我把它設在罐頭語裡面 可是其實直接搜尋柏林就可以找到IG了 可是我真的搜不到 就可以搜尋下面這一串 就可以搜到柏林 然後搜尋到柏林以後 也會跳出很多成員 成員的推薦 那個追蹤推薦之類 就可以去追蹤他們 因為每個成員大家都是很可愛很棒 然後都有很多不一樣的特色 所以就是大家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喜歡的孩子 像我就特別喜歡羅瑞婷 好這個是無用消息 沒有人想知道 那個我找家了 好謝謝 謝謝分享喔 謝謝大家幫我分享直播間 謝謝 謝謝朱里恩的柚子喔 謝謝 中秋節快到了 是不是又要放連假了 大家這次連假要幹嘛嗎 我目前還沒有想到我要幹嘛 因為好像大家都放假 然後我就去思考 可能跟裴家人吧 因為其實最近練習練得蠻兇的 就是我們最近培訓跟上學加起來 其實沒有什麼時間 跟家人一起出去玩 就六日也都要培訓 就不能跟爸爸出去玩 爸爸感覺有點寂寞 就想說 這次中秋前 連假一定要陪他 不過你好 萌欣有特別推薦哪個成員嗎 酒蛋我推薦你 我推薦你 羅瑞婷 算我知道你喜歡李韓韓 謝謝靈兒加送的柚子喔 謝謝 謝謝你 YM你好 阿K咪你好 謝謝礦白酪梨分享的直播間 然後平常直播還幹嘛 平常直播其實就是會聊一些 比較 我自己個人的一些想法之類的吧 就是可能 對事情的想法之類的 然後來分享一下我最近的生活 因為我最近其實 生活改變 就是我生活環境改變的蠻大的 就是我轉學了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轉學 然後轉到新的學校 然後其實還蠻不安的 因為目前的開學沒有多久 然後 因為就是很 最近很忙 所以有時候會需要請假 就沒有辦法去學校 然後就很怕融入不了班級之類的 就是還在努力交朋友中 所以就會想要在直播分享一下 就是一些轉學的心情之類的 謝謝副委的柚子 就是我以前班上 小學啊 國中這些班上 就有很多人都轉學生 就是他們 都是 很快就可以融入班級 就覺得很厲害 可是我現在有點回想不起來 他們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可是我也沒有到融入不了班級 可是就是還沒有辦法 展現我的 就是很high的一面跟他們聊天 可能還要再等一段時間吧 等比較熟的時候 因為其實最困難就是轉學了 因為轉學跟 新生開學不一樣 因為新生開學就是大家都沒有認識的 然後大家就是會比較積極去交朋友 然後可是其實 就是 其實就是 轉學生就是 大家都已經交朋友 然後就比較難去融入大家 可是其實我班上的同學都還蠻善良的 就是他們都會去關心我的狀況 他會陪我去上課之類的 就是陪我幫我 就是會讓我去坐在他們 就是會找我們 就是一起坐在一起上課之類的 請問從哪裡認識TP比較好 這是一個好問題 我覺得大家可以先去看我們的MV 大家可以先去Youtube上面搜尋我們的MV 然後把第一張單曲 勇往之前 然後再看到第二張單曲 TTP Festival 再看第三張單曲 看見夕陽了嗎 再看第四張單曲 嗚吼吼吼吼的MV 然後看過一遍以後 就可以感受到我們的正能量 跟我們的活力 我們目前已經有兩支破百萬的MV 分別就是第一張單曲 跟第二張單曲 就是勇往之前 跟TTP Festival這首歌 然後我個人 我有進入TTP Festival這首歌的選拔裡面 所以這首歌裡面也可以看得到我 然後第四張單曲 嗚吼吼吼吼吼 我也有加進選拔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那支MV 因為也可以看得到我 然後有一些不是主打歌的歌曲也有MV 像是Only Today 然後我也有進入這支歌曲的選拔裡面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Only Today這個MV 而且Only Today我的畫面還蠻多的 歡迎大家可以去看看這個MV 它是一個蠻粉紅蠻少女的一個MV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如果看不懂Only Today的歌詞的話 歡迎來問我 我可以跟你解釋Only Today的故事到底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很多第一次看Only Today的 這首歌的人都會很問號 那個歌詞到底在寫什麼 可是我可以跟你完整的解釋那個故事 所以如果大家有 對這首歌有疑問的話 歡迎來詢問我 下次可以來直播詢問我 反正我每個禮拜都會開直播 所以你們要問一定都問得到 哈囉杜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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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問題啊 我來抽陽光 不是好強 不是好強 什麼意思 哈囉這首歌也好聽 對哈囉這首歌也很好聽 可是沒有我 可是有李夢淳 所以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有很多就是 Hello Hello Center這首歌 是怎麼選出來的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就是 各位還不知道Hello Center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其實 日本有一首 欸?日本有一首歌叫 HASTE WASTE嗎 HASTE TO WASTE這首歌是嗎 就是它是日式發音 可是就是 它這首歌是給 就是其實這首歌 這樣講很diss 就是我們之前有舉辦過一個智力測驗 TTP TTP TTP有 我們TTP簡稱TTP 就是三個英文字母這樣 可以這樣子簡稱我們 然後 就是TTP之前舉辦過一個智力測驗 就是我們有收錄在YouTube的那個綜藝節目裡面 就是YouTube裡面 它算是一個YouTube的小小企劃 小型的影片企劃 就是 偶像生死鬥之智力測驗 然後 我們就是有做了一些國中的會考題目這樣子 然後選出 最聰明的五個人 跟最笨的五個人 然後 演唱 其實是沒有排名 誰最笨 就是我們那時候是用投票 因為那時候沒有公布成績 所以我們只有用投票說 就是覺得 覺得誰 覺得誰 覺得誰是Hello王 就是Hello王就是最笨那個 然後大家就投檸檬唇 然後檸檬唇就是SEND 很好笑耶 該喝水 我喝水 其實這不是水 可是也是差不多啦 我的業配很強 因為我腦袋就會一直浮現很多東西 最聰明的五個可以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 最聰明的 最聰明的那個倒是 就是有 好吃的蛋糕吃這樣子 然後 另外四個好像沒怎樣 就是 其實我覺得就是身為聰明的五個人 就是可以 開心一輩子這樣 就是 可以很 走路抬頭挺胸 肯定是MOMO啊 其實我一開始投給林傑星耶 因為我們就是 我就是跟她是損有關係 所以就是 我會投給她 結果發現大家一直投MOMO 然後我就嚇得到 我就只好跟著舉手 哈囉司機哈囉 最近好多新粉絲 真的嗎?大家歡迎來看波樂的直播 歡迎成為波樂的粉絲喔 希望大家都可以 多多支持我們 耶 然後還有 我剛才講到哪裡 我剛才講到 更方才 都好 這是長頭草一個 我這是一個長頭草 往旁邊倒 我們剛才講到 剛才講到 我剛才講到哪 我直接一個忘記耶 其實辰辰那個 比較可憐啦 因為那時候會考的題目 可是辰辰那時候 只是國二的小朋友 所以其實 辰辰不會 會考的題目啊 這也是當然的吧 很多她都還沒教到耶 所以她就是 合理性的 當上 HELLO Center的其中一員 這樣子 傑星應該不HELLO吧 傑星是最HELLO的 對 你看一致通過 傑星真的很HELLO 我有很多她HELLO的事集 可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都很久了 她有進步啦 就是她小時候 比較HELLO一點 現在比較好 也不是比較好 也沒有說HELLO不好啦 我覺得其實笨或不 也不能說那是笨 就是 比較ㄎㄧㄤ一點 對啊 不想要直接說人家笨 可是我剛才已經說那五個人笨 大概兩次三次了 對不起 辰辰真的很可憐 對阿辰辰很可憐耶 而且發現就是 前五名基本上很多都是 剛考完會考的小孩子 就是我們都已經忘記 很多很多會考的東西了 有看過柏林COVER 青鳥很好聽 謝謝度 謝謝 也可以去聽紅蓮華 然後之後我也會 盡量的趕快再出一些COVER 給大家聽 其實現在算是有進步 應該算是有進步吧 她的才華都用在音樂上面了啦 所以就是沒有辦法 妳知道嗎跟傑星有點不熟 我真的蠻 我跟她算是蠻熟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對就是我們之後 也有很多很多活動 歡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歡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柏林的直播 謝謝 謝謝 哈囉CJ 哈囉N1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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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蠻講超多話耶 現在大家是不是 對比較多人現在 不在跟沒有關係 還是可以多跟大家安利一點 我們的那個 各種活動跟各種 事績 就是我們是從 2018年出道的一個團體 就是正式歌手出道的一個團體 然後我們的第一張專輯就是 第一張單曲 不是專輯 第一張單曲是勇往之前 然後裡面收錄的勇往之前跟櫻花瓣這兩首歌 然後櫻花瓣也有出一支MV 對所以 在那個官方頻道上面也可以找到櫻花瓣的MV 然後這兩首歌其實都很好聽 尤其是櫻花瓣特別的喜歡這首歌 就是有種畢業的感覺 那種離別的哀傷跟 就是有種 就是反正就是一首很美的歌 大家可以去聽 然後 我們還有出一個數位單曲 叫做綠草地上的奇蹟 這首歌也是很好聽 就是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然後我們有一個官方的小MV 在那個 就是它不是真的MV 它是一個算是動畫的MV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搜尋一下 可是主要是歌曲也很好聽 然後第三張單曲 我們出了三首歌 分別是看見夕陽了嗎 然後還有Only Today跟心情病毒 然後心情病毒是比較特別 是三人唱的 一首三人 三個人唱的一首歌曲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聽聽看 然後它有一個很可愛的口白 然後是由我們的靈語心去擔任口白的位置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聽聽看 對 然後第四張單曲 第四張單曲也收錄了三首 收錄了三首歌 分別就是烏吼烏吼吼這首歌 豬大哥嘛 然後豬大哥還有奔跑吧 我差點說哈囉企鵝 奔跑吧企鵝 然後奔跑吧企鵝 然後奔跑吧企鵝就是一首很可愛的歌 大家也可以去聽 然後 這是由那個Uni Bellflower去演唱的一首歌曲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聽聽看 然後第三首歌就是Hello Santa 就是分別由李孟淳、蔡易柔、林婷莉、高彥晨 還有林潔心五個人來演唱的歌曲 歡迎大家可以去多聽一下 真的是蠻有趣的歌 絕對不可能的啦 問你小朋友中午12點多該吃飯囉 我有午餐我等一下下播會吃 謝謝大家關心 媽媽要幫我準備午餐 所以我大概等一下下播再吃就可以了 謝謝 因為我有吃早餐 所以我其實可以再晚一點吃午餐沒有關係 然後他就買給我了 然後他就買給我了 我真的很喜歡吃牛肉耶 就是我昨天跟小迪還有那個 那個小琴還有林依 我們去吃飯的時候 我們去吃韓式 然後我就吃豆腐鍋 加牛肉 因為我喜歡吃牛肉 然後小迪吃海鮮鍋 然後我 他吃 欸他吃豆腐鍋可是會辣 然後加海鮮 然後是加海鮮 然後 那個林依跟小琴吃石鍋拌飯 然後我們還有吃年糕 我真的很喜歡吃年糕 很好吃 可是我不喜歡吃辣 SS 其實昨天是只有SKR啦 因為思雅好像在忙 就沒有來 SKR加柏林 對啊 Feet柏林 我是Feet的狀態 因為我昨天禮拜五 難得就是晚上沒有工作 然後我就問小琴說 你晚上要幹嘛 因為就是我很喜歡去小琴的宿舍秤飯 就是之前發發 就是我們有一個宿舍 TinDP有個宿舍 就是 在哪裡不能跟你們講 可是就是有一個宿舍 然後 宿舍的地理位置 其實就是我 過去還蠻方便的 所以 宿舍有住著很多 就是可能 因為我們有外籍成員 香港成員啊 然後日本成員 可是其實香港 只有香港成員住在宿舍啦 日本成員都住在 自己家裡比較多 或是住在學校 然後 還有一些 比較外線式的成員 像比如說就是花蓮啊 還有什麼 呃 台東 有花蓮嗎 台東 台東之類的 還是很遠的人 很不忘記不知道他們住哪 不然他們就很遠 可能就是 他們會住在宿舍裡面 然後有時候我就常常會去宿舍玩 因為就是有很多成員 然後就會去那邊跟他們一起玩 然後 因為前陣子發發的搬來宿舍 住一段時間 因為他開學之後 他會搬到學校宿舍 所以他在去 開學前他就一直住在 就是 TP的宿舍裡面 然後他就會一直煮飯 然後我就會去趁飯 然後很好吃 我就會去吃飯 去宿舍吃 去趁飯吃 因為我就喜歡去吃人家做的 手做料理 所以就想去趁飯吃 哈囉 超哥哈囉 然後我就會吃發發做的東西 然後有時候 妮妮也會來 然後後來 發發搬走 後來發發搬去學校宿舍以後 我就沒有東西可以趁飯了 可是我就會去找小琴一起叫UberEat 之類的 就是 大家一起吃飯比較好吃 多一個人一起吃飯 就會覺得 嗯 飯更美味 結果昨天多了三個人 就是飯直接變超好吃 還是因為那間韓式真的很好吃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昨天斯亞沒來 因為我昨天就問小琴說要吃飯嗎 他就說他跟小滴有約 要一起來嗎 我就說好啊 然後來的時候就多一個01 然後就變這個組合了 然後就變這個組合了 對 常常都是這樣 就大家就是東約西約 就一大堆人這樣 很多人欸 讚讚 想趁飯 對啊 因為上次去趁過一次就覺得很棒 然後就想去趁第二次 結果趁了第二次以後 第三次就沒有第三次了 因為發發就 回學校去了 難過 然後想 多見一下發發他們欸 欸 你們有看新的動漫迷不迷嗎 我們的新的一個影片叫做 動漫迷不迷 雖然那個好像是第一集的最後一集了 可是我們後面有一個非常厲害 非常厲害非常厲害的影片 就是我們模仿了東京參總的OP 你知道那跟我拍的有多辛苦嗎 我都要跟你們分享 哇 恭喜超歌送楓葉就獲得十倍大獎 有啊看了 你不覺得超好笑嗎 就是那個 那個最後的那個片頭曲 你知道我們有多辛苦嗎 在做那個 雖然那是我提的點子 然後 來賓也太辛苦 大家會想說我不是來賓嗎 一邊神一邊懷疑人生 欸那個很厲害 那個幾節真的很厲害 你不覺得幾節大家剪片都很厲害嗎 好弱的地方扇 那地方扇根本就領功效 完全都是我那個白板有用 算了算了算了 欸而且真的很像 我們剛好髮型就是很符合 然後語錄就是很有那個金木的中二感 語錄就堅持他一定要當金木 因為語錄超喜歡金木 我有看過 謝謝大家的支持我們動漫迷不迷 哈姆泰漢比較好笑 哈姆泰漢也是蠻好笑的 但是一個 根據語錄還有詩語的興趣嘛 去選歌 然後分散 然後再加入一點我自己喜歡的歌曲 然後最後我就怕語錄沒有參與幹 所以我就加了一首哈姆泰漢在裡面 剛好符合時事 然後又符合語錄的嗜好之類的 對啊就是比較多語錄有聽過的歌 他可能會覺得比較有趣一點 所以就是 加了這些歌單在裡面這樣子 那時候真的是練到死去活來 因為那個是蠻突然的東西 然後就是 突然要練 然後我就 我要練嗎 然後我就趕快 然後在家裡每天在那邊狂練 因為就是每一首歌這樣起來也切去 每一首歌調性都不一樣 然後就很難去記 所以其實我做小抄 我那時候彈鋼琴的時候 我底下有個小抄我就一直看 然後彈一彈掉下去 然後我就說 語錄快幫我撿我的那個 我的小抄掉下去了 我一直移動我的那個板子 時事 對就是 就是哈姆太郎不是很紅嗎 所以就覺得 哈姆太郎一定要加一下 才會有那個味道 歡迎智翔哈囉 我真的很high 就是跟他們在那邊 Dotoko走 走呀哈姆太郎 Dotoko Dotoko D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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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好きなのは はい せーの ひまわりの種 Dotoko 後面我就不會了 後面那一大串的 沒有背 找路卡來應該會抱著 我有看過 就是傳說中 Dotoko Dotoko 我要換個特效 因為這個 我看膩了 不要好醜 這個衣服不適合 我要皇冠 可是他他的臉部就沒有特效了 算了 我們結果回去 到時候還是要回歸 是怎樣 霸道總裁是什麼 這看起來有點霸道嘛 我不是很懂 我看起來很憨 他是這個特效的霸道總裁 這是完全沒有一個霸道的感覺 幸福時光 我覺得他如果底下沒有這個字會更好 甚至我手還擋不住 我還以為我可以用手擋住之類的 因為他不行 欸 平面棒球 這個 我覺得 恩恩 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命 呼 呼 呼 這好像不太好看了 不要這樣子好了 對不起 你叫我 我今天這樣 想要做什麼 我先看看 我先不太好看了 是嗎 我先不太好看了 我先不太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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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啊 麥爸 可愛動物 Pika Pika 不要 麥爸 麥爸 啊 這個聲音會變滿也沒有齁 他就是一個在這邊 然後 惡魔 跟衣服顏色蠻配的 可是我想要臉上有東西的 所以我喜歡 我喜歡 這個不行 可惡 他說禮物打 收集達到500開放 我想要那個貓咪 他說戳戳你 或能量化筒禮物 收集到1000開放 好吧 這個都有點困難 我要猜 有沒有別的 欸 開到3000小時也可以接鎖 我想要這個開播大於 500小時開放 我是不是快要了 我開播幾小時啊 我就說就是我 這輩子開播了幾小時 好 把我沒有 下了 喔這個也有欸 給你們看手絲特效 我有一些手絲特效可以用 雖然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新的 有一些不是新的 可是有些是新的 酷 這個 哇 我要看下一個 弄我一下喔 脫手 他不能兩個一起用欸 還有還有還有 沒有 我還有這個 OK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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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可是他這個花花會沒有欸 沒問題 來柏林的握手 欸我根本沒筆啊 來柏林的握手會 沒問題 握爆柏林的握手會 沒問題 去爆柏林的握手會 沒問題 不知道沒問題 你們沒問題嗎 沒問題 還有這個手掌 出鏡 再滴滴就出鏡 卡 卡 把他們捏 捏死這樣 滴滴 還可以有兩個 兩個 哇 不太鬧了吧 召喚出第二個 螺旋丸 沒了 出鏡丸 出鏡丸 可以這樣子嗎 我看一下別的 玩別的 這什麼 這沒有 最後一個 這個 怎麼沒出來 這個好可愛喔 謝謝大家幫我解鎖 這麼多可愛的東西 這個很可愛 謝謝樹葡萄分享的直播間 謝謝 謝謝 耶 剛剛只有這個 嗯 好的 結束 那個沒有 筆心還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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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心有一個金剛 烏猴烏猴烏猴 這裡有個烏猴在這裡 打歌時間 大家要來支持 大家記得要來支持我們 第四張單曲 烏猴烏猴 嗚呼 烏喔喔威烏猴 Möglichkeit 呃喊到想哪天便 就不停捲 不肯退 照 決定不停歇 嘈 烏喔喔喔謝謝 揹舞高拘 exploring 野野野野野 將會暗的地蹲 的空氣都存飛 耶 耶耶耶 召喚出第二隻烏猴 好像不行欸 烏猴召喚 烏猴 烏猴在這邊烏猴 烏猴先生 烏猴特效 謝謝大家烏猴特效 這都是大家幫我 這都是大家幫我解鎖才會有的 謝謝你們 這是什麼 特效寶箱 烏猴 烏猴可愛 其實它這個 手勢特效的東西沒有到很多欸 可是基本上我都解鎖了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烏猴 烏猴 希望成員都可以有一隻烏猴 突然變超大 大烏猴 大烏猴 我們要進行 烏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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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還蠻好喝的 他有的滴卡 滴卡莓果 什麼滴卡覆盆子果茶 我覺得蠻好喝的 因為每次叫UberEats他就一定要加點一個什麼 所以我就加點這個 覆盆子 通靈數碼好厲害 這是我的超能力召喚出我們最新單曲的吉祥物巫侯 我們的阿潘 阿潘 阿潘比這個可愛很多 這個是那個吧 金剛電影裡面那個 因為他爬那個大廈 就是那個很大隻的那個 可是阿潘沒有那麼大隻 阿潘是小猴子 可愛的小猩猩欸 我沒有很喜歡喝 我還要有中等 因為我最近要喝水 我最近也減肥 因為我最近太猖狂 我們最後還去吃韓式 天啊 母湯咧 希望下次reset公演前 可以讓大家看到我瘦下來一點 爬帝國大廈 酷 我也想爬帝國大廈 我之前看過很多影片 就是有些人 他們會去爬很多很多高樓大廈 就是徒手攀爬 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怕 好可怕 還要跳 好可怕 好可怕 就它一個都會讓我 把你跳 這個歌很好聽 這首歌都很好聽 MOMO很漂亮所以沒有關係 我覺得MOMO長得很漂亮 就是再三強調 覺得他長得很漂亮 我想要小迪或MOMO的顏值 一半 他們真的很漂亮 而且就是都是我會很喜歡的顏 就是如果我是粉絲 我之前有時候會一直想說 如果今天我是粉絲的話 我換TP我會推誰 我手推大概是蘆瑞婷 Humade 登登登 また 愛 いましょう 在夢幻可能 對我們是因為很熟 所以才敢這樣互相diss 我覺得他還可以多diss我一點 我是不會走心的 我是一個我很不會走心 因為我有時候會聽不出來人家到底是在罵我還是 我喜歡走心我也不會表現出來 就是如果是在這邊 在平常的話也不太會表現出來 我通常都是回家 然後在那邊躺在床上一直想 然後就是越想越難過 沒有啦開玩笑 其實很少走心 因為我是個 我是個 我覺得我還蠻瞭解我自己這個部分 就是我覺得我只要遇到不開心 就是覺得有誤會 還是覺得就是對方 有一點點就是冒犯到我的時候 我就會用一個比較委婉的方式講 就是我也不會當下講 可是我可能會私底下可能就提到說 喔就是這件事情會有一點點誤會 不知道有沒有誤會意思還是 就是會有一點點想說就是 就是我會想把事情講開 在講開前我不會先 心裡就是想說這件事情就是這樣子之類的 然後就是可能不小心講一句比較白目的話之類的 然後可能就會讓一些人就是可能會覺得有點難過之類的 可是其實沒有那個意思 然後我小時候很容易這樣子 然後現在也偶爾會這樣子 所以就比較控制自己講話 我很容易想很多 就是我有時候講話前會想很多 就是我講一句評論事情的時候 我大腦會迴轉過去很多很多 就是我講的這句話可能會發生任何事情 對啊就是我講這句話可能會想成怎樣 他可能會想成怎樣 然後就會變成怎樣 最後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我就會沒朋友 之後我會想成這樣子之類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要講這句話嗎 我要嗎我要嗎 可是現在也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現在 其實 就是 覺得一件一件事情 在我腦袋裡面都越來越清楚 所以就是可以比較快的判斷我自己要講什麼東西 就是判斷 我現在要講 對 我現在要講 你這邊跳錯了 然後你就會直接講出來 對 我們現在都 大家都是這樣 因為其實現在練舞練得很輕 所以大家現在對於錯誤都不會太過於 就是以前都會覺得說 萬一我說他錯了 他會不會覺得很 他會不會覺得我很 我很自以為是會 他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 為什麼要給他講出來 為什麼要給他講出來 之類的 就是我以前會想很多 然後現在大家 其實現在大家糾正跳錯的時候 大家就會直接講 就說 欸這邊是不是乖乖 欸你這邊是不是跳錯 欸你這個 怎麼有點乖乖 就是大家都會直接 講 所以就比較不會 走行 因為其實就是大家都會互相講來講去 所以其實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就是大家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了以後 就是 分組之前其實大家都比較不會去要求自己的隊友要 就是不會互相督促 因為其實每一次大家上台的分組都不太一樣 就是mini concert之前也是就是大家每次分組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也不確定你這一次 交了這個成員你下次會不會又跟他一組 那如果你又跟不同人一組 你又要重新 帶大家 就是大家其實那時候就比較不會有互相屌舞的這種東西 然後現在分組有自己的組員 就是那個組員大家的表現就是 關係到整個組的印象 跟名聲這樣 所以就是大家都會 很積極的去管理 就是自己 組內一些比較 進入比較落後的一些成員 還是就是比較 小一點的成員 我覺得這樣子很好 就是給大家一個 具體要關心的對象 對啊 然後就有自己的夥伴覺得開心 就是大家會有革命情感 一起對抗世界這樣子 也沒有那麼中惡 那太誇張太誇張了 可是就是很開心 就是Daisy 就大家就 在Daisy交到很多朋友這件事情 那還有我們的Mini4 給我們 突然跑出鏡 就我們一個小小的小組合 叫做Mini4 然後分別就是我跟Momo 子萱還有 翰涵 然後 為什麼當初會有Mini4這個東西呢 其實一開始加進來的時候 我們四個是非常不熟 一開始是只有我們三個 因為Annie那時候還在美國 就是一開始我們三個 其實說是 我跟韓韓算是蠻熟的 然後我跟Momo也算是 還不錯 就是會 其實我跟Momo應該算是 Daisy之後才開始越來越好 就是我們一開始其實很不熟 然後可能因為我們都跟韓韓比較熟一點 所以我們就會一起去吃東西 或者是 跟我們的帳位 突然我們三個的帳位都很常排在一起 就是我們三個經常是連好 之類的 所以就是 有一個默契契機在這邊 所以我們三個就比較好一點 然後 就是偶爾吃飯會繼續討論 然後加上我是雕舞的 然後韓韓又是跳舞也算不錯 其實就是韓韓真的跳舞進步很多 就是我們有挖過 就是他 最早最早開始跳舞的影片到現在 他真的進步幅度是直接噴上去那樣子 就是他自己都一直在自嘲說 他自己以前在跳什麼東西 然後他現在真的跳舞進步很多 我覺得應該是他姐姐又幫了他很多 然後加上韓韓又很認真練習 就是他 聽說都會練到很晚很晚那種 就是他會在家裡 隔天如果要上課 他就會自己在家裡練到很晚很晚那種 我就覺得很好 對啊 然後我們三個就 常常一起 吃飯的時候討論 就是Daisy要怎麼辦之類的 就比如說我們那個練習要怎麼做啊 比較好之類的 就是大家常會這樣子聊 然後 就越來越好 後來 Annie後來回來之後 就是Momo先去找他搭話吧 我就想說Annie那時候進來的時候 會不會很擔心融入不了我們 所以我們就 就多關心他一點 因為就是怕他 剛回來 因為畢竟他也離開了半年左右 然後他就是會不會回來就是 這樣Daisy跟他 比較好的人又不在Daisy 就是除了韓韓以外 跟他比較好的人基本上都在別組 就是比如說瑞婷啊 還是像布丁啊 就是都在別組 都沒有跟我們一組 他會不會覺得就是 比較難融入啊 然後我們就 常常混在一起玩 然後就變成一個 小生態圈這樣 就是Daisy的一個小圈 我們四個就是一個小生態圈這樣子 就是我們常會 所以我們其實常常聚在一起吃飯都會聊一些很嚴肅的東西 就是我們會一直在談論說 我們要怎麼練習才會比較好 就是大家都一直在講 我們吃飯之前就一直在講練習 一直在講練習 對然後我們都會去吃好吃的東西 然後一直去談練習的東西 我們常常聚在一起 四個聚在一起 就已經都會講Daisy的近況之類的 就是絕對離不開這個話題 然後閒暇之餘才會 多談一些C的生活之類的 所以其實跟他們三個在一起 我也沒有想到 就是我們三個會變得這麼好 我們四個會變得這麼好 所以我會跟這三個人變得這麼好 我也沒有想過 然後畢竟我跟他們兩個 我跟他們幾個年紀也是有點差距的 這樣我跟某某就差兩歲 然後跟 Annie他們就不用說 我跟Annie還差了四十歲 其實差了很多 我也想說我會不會融入不了他們的話題 可是其實還好 我不知道是我 待在這個團體太久 有點點 幼兒化了還是 我一直在跟小朋友當朋友 可是 就都還不錯 不會消化不良 就是我覺得這種話題 都是我們還蠻喜歡聊的東西 對我們就會一直在講之類 然後大家就會去研究跳 我覺得其實Annie舞也跳得好 然後她也是 就是會數拍子啊 然後舞感都很好的人 所以就是 她也就是加進來 其實她也幫助了很多 就大家很多東西這樣子 嗯 就覺得 四個還蠻不錯 對啊我是Mini中年紀最大的一個 所以我說 可是我覺得我的 個性也不算是最 成熟的一個吧 之類的 我也不敢確定我自己是不是最 最 最能帶領大家的那個人 可是隨便來 因為我們四個人都對等關係 所以其實 年齡不太是問題 只是我有時候吃飯的時候 就會突然在幻想 突然在想說 喔對我現在在跟這群小朋友吃飯 我能 嗯 但我真的就是一直都是跟 比較小的成員感情比較好一點 嗯 在聽TP一直都是如此 我很少年紀比我大的朋友耶 真的很少 就大概就是像 面面之類的 就是她 面面小我一歲 可是就是覺得 年紀比較相近的朋友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最多就是這樣子 就是面面肉肉之類 就是小我一歲左右 這種朋友 是年紀最近的朋友 然後大我一歲的朋友 基本上就比較少 阿潘 阿潘吧 大我兩歲 可是就是 也相處起來其實也都差不多 就是我其實不會看年齡交朋友 就是我覺得 順 順 就是聊起來順的話 那個感覺對就是朋友 就是沒有關係這樣子 小滴 小滴也算是 小滴跟我同年 然後也算是近期跟我比較聊得起來的一個朋友 然後還有 小琴吧 小琴也是跟我差了快一年左右 可是就是 她跟我差快一歲 可是就是也是蠻不錯的 就是我們也是同界阿 就是還 相處也還不錯 我跟小琴算是一個真的蠻無話不談的朋友 然後栗子小我兩歲 就是其實講話講起來也都蠻差不多 因為她就是長女 我也是長女 所以我們就分享一下我們的 心路歷程 甜不辣 甜不辣 妳就說詩雅嗎 詩雅的年齡跟我差距比較大 可是 其實我跟她 平常會講話 可是也 還沒有到很 好朋友的那種感覺 對 我自己覺得還沒有到很好朋友的那種感覺 可是就是希望 最後也跟她 變成那種無話不談的朋友之類的 年紀大越來越不想交朋友 我現在就在為我年紀大的準備阿 就是我怕我年紀大不想交朋友 所以我現在想趕快交一交 免得我大了以後就懶得交朋友了 然後就沒朋友 不行 我要先為未來的朋友 確定下一個基礎 欸妳講甜不辣還有肚子好餓喔 可惡 聽到食物名就會很行動 我把舊的眼線比丟掉 我真的太爛了 中午好 哈囉哈囉 最後還蠻喜歡交朋友的 而且我會去記大家生日 我很喜歡記大家生日跟年齡 還有星座之類的 星座竟然記啦 可是就是我很喜歡記生日跟 就是太幾歲 他現在讀什麼學校阿 就是現在讀幾年級阿之類的 就連那個學生現在讀幾年級 我都知道就很厲害 特別會去記大家的一些個人資料 就是可能聊天的時候 就可以多聊這個部分之類的 比如說阿妳最近學校讀得怎樣 阿妳現在剛開學對不對 阿妳現在是新生對不對 阿妳現在要畢業了對不對 阿妳現在要畢業了對不對 那妳覺得就是可以方便開話題 吃飯前就會先去調查這個人的東西 差點不會記生日 我會記月份 可是我不太會記日期 日期就有點困難 日期可能除非很好就會去記吧 像韓韓是3月15的吧 欸妳是12月 可不可以忘記幾號 夢傳是6月 你會忘記幾號 因為採集的比較好記 採集的是整數 11月 李家麗是10月5號 所以李家姊妹的生日我都記住了 然後雲爺 然後雲爺 雲爺是19號嗎 10月19號20號 她跟妹妹我記得是連在一起 就是多記一點大家的聲音這樣 還有 我忘記瑞婷幾號 可是瑞婷是8月 完蛋 直接忘記瑞婷幾號 我記得瑞婷跟小琴也是連在一起過的 因為就是有太多成人的生日連在一起 然後就會忘記誰是幾號 可是就會知道那個range 大概是那個那段時間他們要過生日 不要突然跑出這個東西 我把那個鏡關掉 其實大概那個range他們會過生日 大概那個時間點這樣 今天我下個目標 要把Daisy的大家的生日都記起來好了 這樣比較方便 方便慶生之類的 玩樂 忘記瑞婷 我現在是8月啦 8月6號是不是 8月6號 幸運啊 我現在是8月啦 8月6號是不是 对阿 忘記瑞婷了 這罪該萬死了 哇 是我罪該萬死 我要補口紅 補口紅 開到千記者會 趕快把我的麥爸叫出來 奇怪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感想 我十分抱歉 我不應該忘記瑞婷的生日 回歸 對這個 這個衣服就是要塗紅一點的口紅 就是會比較 可樂感 這是什麼形容詞 可樂感那種東西 就是可樂的感覺 在阿光分享直播間謝謝 耶 要露幾顆牙齒 笑 露上台就好 喜歡紅色我喜歡藍色 可是這是我很少很少有的紅色衣服 因為可樂很可愛所以我買可樂衣服 我發現我藍色衣服太多 所以我需要平衡一下我的顏色 不然我怕同學就是覺得我就是一個藍色的人 憂鬱星期一就是Blue Monday 這樣子 謝謝副尾送的柚子 謝謝中秋節快樂唷 耶 好 你們連自己生日都會忘記嘛 我唯一忘過我自己的生日是16歲的時候 就是那時候高一剛開學 然後我那時候每天都在思考 就是要怎麼交朋友 因為那時候剛開學 然後就是國中剛畢業 然後就想說 嗯 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有一天想想想 然後就這樣子平安的去上學 因為就是因為剛開學 所以也不會有同學記得我的生日 因為就是剛開學 因為我生日在九月 所以我就是剛開學就會生日 然後就是剛開學沒有人認識我 所以也不會有人知道我生日是什麼時候 所以沒有人提醒我我生日 然後我就起來 然後就過我的人生 早上過我的人生上我的課 然後放學後回家 就爸爸那天好像出差 所以還不站 然後晚上快要睡覺 在大概生日只剩下兩小時的時候 我弟突然提醒我說 欸 你是不是今天生日啊 我就 我今天生日嗎 然後我就看一下那個手機 欸 真的耶 然後只剩兩個小時 然後我就哭了 對 然後我就哭了 然後我媽就買 我媽就趕快緊急出去 買個什麼東西給我之類的 全世界都忘了 然後後來我爸爸回來 他就有買一個蛋糕給我 我想說 我竟然忘記我的生日 而且我生日竟然只剩兩個小時 也太難過了吧 然後就在那邊哭得要死 然後後來就是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手機沒有網路 就是我手機那時候沒有什麼網路 就是行動WiFi吃到飽沒有 所以我就也沒有收到什麼訊息 然後就大家都傳LINE 然後我都要回家 才可以連網路才可以看到 那剛好那時候 回去就沒有什麼看手機 然後就不知道這一生日 就是我竟然忘了我自己的生日 然後我爸就買了一個蛋糕 然後上面有那個 就是小麥的圖案 就是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很喜歡小麥 所以媽媽 爸爸就買了一個小麥的蛋糕給我 他就特別請店家畫一個小麥給我 然後我就很感動 就是我喜歡蛋糕 然後我就吃 就直接吃飽 然後隔天繼續想要跟同學說 欸我昨天生日 然後我自己忘記 然後他們就覺得我很好笑 然後我就交到朋友了 沒有啊不是這樣子 好好笑喔 然後竟然忘了我自己生日 然後大家說 欸你也太白智了吧 哈哈哈哈 然後就 開始話題 16歲Bler太香 我也不知道16歲的是怎樣 好好笑 可是後來我都記得我生日 我17歲生日在日本過的 厲害吧 在那個 就是 在日本過 對就是爸爸帶我去日本 因為他出差 然後他就說你要去日本嗎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沒有去過日本 可是我是一個很宅的 所以我夢想就是去日本 然後我每次都是一直去荷蘭之類的地方 就是從來沒去過日本 然後我爸有一天就是出差 他就說你要一起去嗎 就是如果多一張票可以 就是帶你去 因為他就是有那個雷點 然後他就帶我去 然後我就說真的可以去嗎 然後他就帶我去10天 然後10天 然後那其中一天就是我的生日 所以我就在日本過17歲生日 超開心的 很開心那次生日 就是去了好多地方 把他帶我去很多地方 然後他去工作的日子 我就自己出去外面亂晃 然後就一直一直迷路 可是沒有關係 就算就是迷路在這裡我也願意 反正我也不想回去開學了 就趕快 其實留在這邊 住在這裡定居 只是我那時候就是17歲的時候 那時候剛好開學 然後沒有去開學 然後開學第一天 他們就分那個掃地工作 然後我就分到那個最爛的 所以我回去的時候有點就是 後悔說我當初怎麼沒去上學 因為那時候分掃地工作 最爛的工作就是 倒垃圾 因為倒垃圾 因為我們學校就是很講求 就是要垃圾分類 要分得很細 就是你知道一個鋁箔包可以分多少類嗎 一個鋁箔包 你喝完一個鋁箔包 吸管跟吸管套都要拔下來 一定要丟一般垃圾 然後鋁箔包壓扁 然後就丟回收 然後 寶特瓶也是 寶特瓶要東西倒出來洗乾淨 大概轉開 然後要分開丟 壓扁丟進去 然後我就是超級會分類 我現在真的是超級會分類 就是我現在會有一個本能 就是我拿到東西我就直接丟 我不用想它是什麼類 我就知道它是什麼類 我就亂丟亂丟 沒有不用亂丟 就是我就直接丟本能丟垃圾 我不用思考 我就可以知道它是什麼類 就是那個學校三年訓練我的 訓練我的一個能力 就是垃圾分類 然後我就 紙類 然後丟紙類 然後就是最煩的就是 因為 就是為什麼倒垃圾很煩呢 因為倒垃圾就是要 同學分完類 然後你要先全部把垃圾桶都倒出來 因為一般垃圾有時候他們就會沒有分好類 就會有一些混在裡面的東西 然後不是一般垃圾的東西混在裡面 突然曬好了 就是這樣 然後就把那個垃圾桶全部倒出來 然後你要用夾子就是挑一下有沒有 就是沒分好 然後確定好要再拿下去 然後拿下去你就要排隊 一直排一直排一下 輪到你的時候 然後那個服務幹事就會 就是我們學校那個清潔大隊的那個學生們 他們就會 他們就是還有一個避障 他們就是一個很軍隊這樣子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職位這樣子 就是我們需要做這個的學生 好像是可以加分之類的 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想去當 然後他通常就是 班學校最不受歡迎的一個 一群人 因為就是常常會要找學生麻煩 所以學生就會不喜歡他們 然後他們就會挑你們那個垃圾裡面有沒有 就是混入不是一般垃圾的東西 然後如果挑出三張的話 你就要被記一支 就是勞浮詩術 就是倒垃圾等於要被記勞浮詩術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工作壓力超大的 因為我常常因為沒有跳乾淨 然後我就被記勞浮 然後我就要在那邊 暑假消個 就是寒暑假就要來學校 消那個勞浮 超級嚴格的 然後我就覺得 做那個工作真的是超級恐怖的 等一下喔 韓韓他們在問我問題 等我一下 我可以回一下訊息嗎 給我1分 只有20秒 我想回他們一個訊息 好 對 對 很嚴格 Switch的打火開 沒有他們在購物 他們在購物 然後問我們要一起買個什麼之類的 嗨CJ 嗨 對 反正就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 所以我就想說那時候 竟然被陷害到要去 可是還有一個搬桌椅 很討厭 就是搬桌椅就是要搬對線 就是我們學校的打掃真的很鼓謀 就是它要桌椅搬桌椅要對線 就是你要對線 然後真的就是 那個扶桿會 站在第一排 然後它就會這樣子蹲下來 然後看那個 桌椅到底有沒有一整排 就是齊的 只要它突出來一點 它就會說沒過 然後它就會過5分鐘再來 你就要再留下來5分鐘 然後 擦窗戶也是 擦窗戶你就要用那個 報紙 然後你要擦得很乾淨 就是都不可以有指紋 然後窗溝也是 你這個摸過去不可以有任何一點灰塵 我需要就是這麼嚴格 然後就是嚴格 讓我覺得快瘋掉 那時候一年級的時候 可是後來就習慣了 你知道嗎 習慣你三年級看到那種沒有擦乾淨的窗戶 你會覺得就是很不爽 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擦乾淨 而且我們學校就是這麼乾淨 所以學校的女廁 都是非常乾淨 學校的廁所都很乾淨 所以我覺得我們學校很棒的一點 就是我們學校很注重整潔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的公共環境都很乾淨 就是我們學校的廁所完全不會有味道 一點異味都沒有 真的就是亮晶晶 而且我們固定每半學期 就要大掃除一次 所以其實整個學校環境就是非常的乾淨 也不可能會有什麼蟑螂之類 基本上不會有 然後廁所真的就是很乾淨 很就是沒有意味 然後也就是漂亮 就是因為每天早晚都要 早上來學校要掃一次 放學也要掃一次 就是都是這麼乾淨的掃 所以其實你早上上學的時候廁所就是乾淨 然後你放學的時候廁所又是乾淨的 所以早上來用的時候又是乾淨的 你就覺得心情還不錯 就是在這種學校上課的話 可是掃地真的是很累 然後掃地也是就是 掃地地板就是要拖得超級乾淨 然後黑板就是要擦得超級乾淨 就是不可以有那個粉筆的那個有點點 然後窗溝就是要很乾淨 都弄很乾淨 然後什麼都是要摸過去 那個那個覆蓋的手應該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累積了很多很多灰塵 就是這樣一直每天在那邊摸摸摸 就感覺很辛苦 然後那個掃把還要拔毛 就是我們大掃除的掃把拔毛 就是大家一人拿一隻掃把然後在那邊 就是用那個 然後就把那些頭髮都弄起來 然後 掃去就要弄得很乾淨 對然後毛布也要大洗之類的 喔這超麻煩的 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們大掃除 就是要把桌椅全部搬出去 就是全部搬到教室外面 這超累 然後就是 進去教室裡面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刷地 然後開始刷刷 然後開始刷地板啊 然後開始就是什麼東西都要沖水啊 就是整個就是那種大掃除 那個叫我們的大掃除 然後掃完之後 然後福幹看完沒有問題 我們才可以把桌椅排進去 為什麼沒有賽亞人 而且他停不了 停不了欸 夠了沒 這賽亞人停不了是這樣 我把關掉 好 就是一直掃 然後就是掃完然後 把桌椅搬進來 桌椅搬進來 然後排一排一排排 排完以後 然後東西才可以放進來 陸陸續放進來這樣子 就是如此的麻煩 外掃也是 外掃就是也都這麼麻煩 我真的外掃過那個廁所 我真的是受不了 可是還好就是其實大家不會很髒 就是 可是有時候會有一些老師 倒泡麵在那個 飲水機裡面 然後我又不敢講什麼 然後我就剛好是掃飲水機 所以他 倒完泡麵之後 我還要在那邊 慢慢的撈他的泡麵 可惡 然後 飲水機就是他也會磨上面 那個頂部有沒有髒髒 就是他就是想到可以磨哪 就磨哪 所以你要把所有地方都擦乾淨 而且就是我們學校會列一個 打掃成績 就是每天都會列一次成績 然後禮拜五就是集會放學的時候 就會成績最高的班級 就是可以先放學回家 所以大家都會很努力的打掃 然後就是那種大掃除沒有通過的班級 都要留下來大掃除 我就覺得喔好可憐啊我們 然後 我們班通常都是屬於那種 不會贏也不會輸的那種班級 就中斷了 所以就還好 然後就是會有什麼整結獎之類 就是我們學校整結獎 是一個很大的殊榮 因為大家就是 都很努力上 我之前還少過那個 就是那個 算了 這個下次再講 我先來念我那個鑽石吧 看來他們在催我了 因為我等一下還有 要去上課 好的 今天第十名 謝謝玉安 是玉安嗎 謝謝玉安 謝謝玉安 謝謝 然後第九名 謝謝好多組織朱里恩 謝謝 再來謝謝第八名 謝謝CJ 謝謝CJ 再來謝謝第七名 謝謝超哥 再來第六名 謝謝YoshiHiro 謝謝 再來謝謝第五名 謝謝國術 謝謝國術 再來謝謝第四名 謝謝副維 謝謝副維 謝謝 再來謝謝前三名 謝謝第三名阿當 謝謝阿當 謝謝 再來第二名 謝謝阿鎮 謝謝阿鎮 再來謝謝第一名 登登登登登登 謝謝小雨 謝謝 Sorry我就是念得有點趕 因為他們在催我趕快決定 要買什麼 辛苦了 我們下次直播見喔 掰掰 謝謝大家 需要下次也可以來看我的直播 掰掰